大家好,我是丑夫 昨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的读书生涯 然后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 然后讲到读书 一个可能因为我本来读书就不好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么多年了 一些经历 包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很多各式各样的人 然后我就会在想读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读书就是教会我们如何做人 包括人品,包括思想道德 认知方面的一个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培养我们学习的能力 因为日常生活中可能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 可能学历非常高 但是他的做事方法 包括人品,包括言行举止 包括一个做事的态度 可能我觉得不符合他那个学历 也有可能很多学历不高的人 但是平时做事 包括为人处事 各方面都是让别人很敬佩的 所以说这是我的一个认知 因为我觉得读书考试 从读书开始到最后毕业了 我们试卷上的答案都是ABCD四个选项 对吧,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可能都不止 就像26个字母 26种选择都不止,远远超过 可能每个人的选项都不同 读书只是教会我们如何做人 这才是最最关键,我个人这么觉得 然后还有一个培养学习的能力 我以前都不爱读书 对吧,大部分时间都浪费了 那现在反而年龄上来的呢 有时间我倒喜欢 喜欢看一下书 就学习更多的不懂的 你自己擅长的领域之外的一些东西 让自己学到更多东西吧 对吧 对,所以这个是我对读书的一个认识 可能到这个年龄 但是呢,因为我是没把书读好 但是对很多人来说 读书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条路 以前有一个前辈告诉我 不管是读书还是工作还是创业 人家前辈走的路我们都得走一遍 只是呢,你能吸取人家的经验教训 可能你就少走一点外路 就好像父母小的时候告诉我们不好好读书 以后会吃亏或者怎么样的 那长大了,应验了吧 对吧 看创业多辛苦啊,是不是 然后有点讲篇了 然后呢,开始讲讲我人生的第一次走篇嘛 就是我在读高三的时候吧 那时候偶然的机会呢 遇到了我的初中的一个同学 同伴同学 然后那时候呢,他是在开一个理发店 小很小的一个理发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读书的时候特别想赚钱 对吧 想工作想赚钱 然后工作了以后到现在为止 工作了以后呢 每个人都想回去读书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然后呢,那时候就觉得 朋友开理发店很酷 对吧 那时候呢,那个我知道 那时候才零几年吧 然后头发展发呀 然后一根根发蜡打起来很酷 对吧,然后又可以赚钱 开这一家店又很酷 对吧 然后就想着自己反正书也读不好 要不干理发吧 然后呢,就因为这个原因呢 经常我们放学了 去他店里面去帮忙 帮他给客人洗头啊 对吧 然后搭搭手啊 这样子导致呢 我又把学业给浪费了 这个时候呢 我妈呢 因为长期 那时候我家里已经 没有再做小学的小卖铺了 然后呢 我爸妈呢 因为可能小卖铺的生意也比较好 那时候可能家里又没有什么 后台关系 对吧 那就把这个经营权呢 被别人抢去了 通过某种关系抢去了 然后呢 开始做 我父母开始卖早餐嘛 很辛苦 两三点起床 然后忙到一天到晚忙不停 然后呢 我妈呢 那个时候因为太累了 可能检查出来呢 肠道里面长了瘤 还好是那个良性的 然后呢 所以当时也想不能再惹他们生气了 对吧 也就放弃了理发这个远大的理想 然后呢 虽然大学差一点呢 也就迎着头皮去读了 对 这是我的第一次的一个走偏的经验 就是 也算是给我埋下了一个 一个走偏的一个伏笔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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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